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去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中国的保险是炸了 哎呀 为国接盘 现在都清点了 今天全线暴跌 不行了 赶紧跑 有保险的 有什么 这个 哎呀 所有保险 什么这个社保也好 这个 全部充公就是变相的 干嘛 供你的产 供匪 这个现在 现在都不装了 啊 这个 被共产党 你还 还要给共产党数钱啊 被他卖了还要数钱啊 我们一起瞧瞧看看什么情况 今天真的是跌惨了啊 这个保险 哎呀 还要创新低啊 创新低 啥叫创新低啊 啊 除了保险以外啊 啊 房地产也不行的呗 你看这个喊了半天啊 大家还是没信心 就是觉得什么 没有 cass 哈哈 没有真金白银 没有money 到位啊 啊 这个 现在就吓唬了啊 有有些人不敢做空 不敢做空 但是也大家也不敢做多 哈哈 啊 整个市场陷入了一种僵局当中啊 在僵局里面有破口 就是房地产跟保险啊 两个都在暴跌啊 里面也有一些最新的情况啊 还有违约的出现啊 我们一起瞧瞧最新有有国企央企业 也出来就违约了 也也出现违约了 啊 还有最新的销售数据啊 销售数据同样不容乐观啊 一个月比一个月差 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口惠而事不至啊 那随机情况就这样 那我们跟进一下跟进一下 而且从最新的啊 今天人民党副行长的表态来看 这个房地产仍然 叫做什么呢 中央有所保留 就是并不是说 就我们广东话就翻山 普通话怎么说啊 这个叫做 他不是真真用权力来救 他的就是最后这些朦朦胧胧啊 然后就号召大家忽悠大家 还是这种感觉 就是官方最新的表态 还是忽悠的感觉啊 而且恒大又出大事了啊 又被冻结了股权啊 除此之外啊 这个医疗这块 我看是今天有最新的一个集彩数据啊 集彩数据 我觉得又简直是 这国家怎么搞啊 这让人非常不安啊 中国的民生现在已经完全不顾了 当一个国家的管理者 对一般老百姓的民生 完全没当回事的时候 他的命都 老百姓那个诗行变野 这个路有动死骨 他都不在乎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让老百姓赚钱 赚钱都甭提了 现在基本的温饱都保障不了啊 啊啊啊 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啊 先看今天 这个三大指数啊啊 全线下跌啊 都是收低 你看已经是国安进场了 国安进场才保护 才管了两天 能管不让卖 那我我服了他啊 就国安进场 所以谁看空都不行了 不要说做空了 卖出就做空了 看空 喂 老大的我我看 我这脑袋里面我看不看空 你怎么知道啊 脑袋里面的想法都管起来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以前文革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梦尖罪 就是梦 梦里面 我这想想 哇 这个美女想想 是吧 想想都不行 想想都 想都不行啊 看空都不行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股税尽量是继续下跌啊 继续下跌 这个这个三大指数 上证指数也就是3000点 3057 也就是3000点 搞来搞去 我以为是 哎呦 这个去哪呢 这会还是3000 是吧 就是个奇葩 还不如跌呢 还不如跌的畅快 说天天搞在3000点 这很好看吗 啊 成了一个梗 成了一个全球的国际笑话 很有意思吗 啊 这个我我我提出这个问题 让这个中国国安部自己想想啊 中国3000点已经成为一个 这个国际消化 还不如下跌呢 还不如跌到2000点啊 北向资金啊 近卖出45.88个亿 这是什么 这是外资的重大胜利 所以中国中国中国里面 这个习包子 国安啊 撑在这里就对了 最后亏钱的是谁 赚钱的是谁 我们看了一心二处 现在让老百姓进场 接盘 外资他管不着啊 内资 接盘 外资跑路 哎 所以是一顿稍操作啊 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他外资管不着 人家也在外面卖光了就跑了 哎呀 你能不能把人家巴菲特怎么样啊 巴菲特现在就是看空做空啊 有本事你去去美国奥马哈 找一下这个伯克系啊 哈萨维总部大闹一番啊 这个给给他一个红色通缉令 通缉这个查理芒格 还有这个巴菲特通缉过来中国 你看还在做空比亚迪都没买过 一直在卖是不是 但是他他他就吃不了洋人 天天的治老百姓 你说这还人民政府呢 这搞了半天老百姓成遭殃 你说啊 有意思吗 没意思 这个国家啊 进卖出 你看北北向之间还在跑啊 还有国有企业在跑 呗 你看这个官员在跑 国有企业在跑 外资在跑 你说这是个什么体制呗 这个体制不不不不把它推翻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看 席包子你说这还人他兑现不了自己那些东西啊 又又还席爷爷小学生的课本上面席爷爷啊又是怎样什么玩意啊 这这这这都不要脸啊 保险公司今天是领跌啊 保险指数创新低啊 创新低啊 呃 港股A股两地保险股集体下错 其中领跌的是谁呢 中国泰宝 中国泰宝在A股是跌4%啊 已经是创新低了完全破位啊完全破位啊 港股A股的中国泰宝跌6%那简直是崩盘了因为大型的保险集团金融集团跌6%属于崩跌 而且这往往是刚刚开始啊 刚开始而中国人寿中新华保险中国人保军 就是那个态势都涨的时候没他份呢 跌的时候的领跌证明什么 保险股的股东在跑 反弹他不不涨 所以我我就我就告诉大家一个一个一个技巧 就是每次反弹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出下一波下跌的时候谁最猛 你看出来这一次这个保险股反弹的时候完全不涨 要到到人家一跌的时候他他他还创新低 这证明保险是下一个大雷啊 保险是下一个大雷 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说啊 然后中国平安跌超过百分之三 那等等啊 中国太平还有一个保险啊 实质上成了现阶段的冤大头 我们看出来 总要有人接盘 今天官媒一个标题是什么 我给大家练一下 显资可能成为A股的重量级新增资金啊 现在这个市场的压仓时 你看把目标瞄准了什么保险资金 所以没这就为国接盘了嘛 所以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这个保险资金你看被共产党描上了 现在总得有人接盘呢 环顾四周一看银行也没钱的银行都要爆雷了 先搞谁保险看来这个国安部门的同志还是准时收听小林财经的啊 我之前就给大家警告过 我说保险很危险 为什么保险违约的时候老百姓都都喊不出声 你像银行他不给你取款 你好歹上新闻什么 保险不给你取款 你的无处说理却 为什么保险一个很多人工 因为商业保险存在在中国的连线并不长 绝大部分是70后尤其是80后才开始购买这个养老保险的 所以绝大部分工这个养老保险 这是说的商业保险的人还没开始拿保险 拿保险 就是到拿保险的年龄 然后如果是生病兑付的话 他可以找个理由不理 就说你这个病不符合某一个方面的规定 就说他有很多学术名称 或者说这个是A型 甲型 乙型 丙型 就说你这个不符合我以前很多朋友 你比如我见过 反正就是 这个也不保 我明明就是这个 你怎么就不保 他说你这个属于又是什么A型 B型 非典型 反正就是 然后你听上去我还是这个你比如肺炎 但是你这个是非典型肺炎 所以就不符合肺炎的赔付规则 所以买了也是白买 你不符怎么样 不符你大官司告他 所以这个玩意主动权在保险公司 以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种 叫做火灾保险 结果真错了是他不赔 他说你这个又是什么个人义务没有进 他就给你玩这一块 就这么来玩的 你只能什么 民事起 民事起诉这个保险公司 说哦他他不理赔 他不对 然后你要先交这个官司费 律师费开庭费 然后去开庭 然后保险公司有专业的法务团队跟你打官司 哪怕你有充分的证据给你打个十年八年都可以 因为他就不赔啊 不赔你你就止了 所以钱还是压在他那呀 你就打官司你就打呀 他拿着你的钱给你打官司啊 所以他这个这利于不败之地啊 这个保险公司明白没有 所以 保险这个东西在没有法治观念的地方是行不通的 只会被冲 其实这就是冲工 跟冲工是一样 早都没有了这个保险 想都不用想 现在还有很多人是没办法 比如这个社保啊就供了供了继续供 就这样 赶紧退掉 以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今天这样了 其实 这这极其 坏 保险为了以后养老 为了以后生病的时候 但是现在被他全部充公 到时候生病又不赔 所以这老老百姓很惨 那保险一个 本来已经购买了大量的房地产 他他这里已经是个雷 另外另外一头就是现在又要接盘 所以保险公司一定是非常糟 以后一阶段没戏 没戏啊 百分之九十九就九十九嘛 这个下跌百分之九十九 又能怎样呢 老百姓又能怎样呢 反正生育高峰已经过了 购买保险的高峰也过去 现在零零后就在躺平 他也不买 所以现在违约 对于对于这个这个保险公司来讲 获取最大的利益 他不需要再找后面了 没有后面了 最后一代了嘛 说回内房股 内房股今天也是集体走低 所以每一次反弹一定是逃命机会 金辉控股跌百分之七 中国恒大跌超过百分之九了 马上十二月四号又到了 你看看他怎么还能怎么拖 是吧 融创中国跌约百分之五 远洋集团今天又又又爆出一个事情 就是11月7号早上远洋集团两次境内债券 旌旗停牌 股价受压 里面就是发行的H15远洋5 和H18远洋1 18年的是18年的债券 停牌 与持有人协商对付调整事项 这什么意思 这就违约嘛 现在都说的文咒咒的协商展期 什么协商展期 不就不给钱嘛 协商两年两年之后谁知道 两年之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了 两年之后就封桥经验了 两年之后怎么搞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违约都是暴雷 但现在就换了个说 你说协商停牌协商 这不就是暴雷吗 又爆两个雷就远洋集团 央企 还有月秀地产今天是跌得很厉害 月秀地产 还有中国太保 其实今天暴跌的一个地产 一个地产一个都是在什么呢 前期跌的少的品种在补跌 那证明什么 市场还处处于这种熊市当中 熊市 熊市就是还没跌的 它会补跌 这补跌效应 这个股票跌的少 大家赶紧在这个股票上面套现 因为它跌的少 我赶紧都赶紧卖了 就跟现在的北京上海 有一部分房产是一样的 跌的少就赶紧卖 因为跌的少 这就是一个出售的机会 所以市场是非常保守 现在看来 这个网上说的 这个有很多是网评员 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是 市的情况有很多 比如上海万圣节一出来 我们不好评估 不好评估 那就究竟很多的老百姓的想法是怎样 鱼龙混杂 也不排除真有网友是这样 在鱼龙混杂 所以网上是有很多噪音 为什么我还是以这个股价还有股市表现 唯一一个基点来分析问题 因为这个起码噪音没那么大 你说就留个言这些谁知道是什么呢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万科 万科 万科 这个开了这个记者招待会 这个投行锐银指出 虽然万科有来自于深圳地铁的支持 但是由于存在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潜在风险 预期投资者只有在看到身体实际提供无条件的支持的情况下 市场信心才能恢复 身体有没有条件还两说 所以这个瑞银说话也是这样 反正就意思就是现在还没看到实际的支持 就打了个嘴炮 只打了个嘴炮 与此同时这个东吴证券研报也是指出 11月第一周新房成交数据环比下降0.4% 11月第一周啊 环比下降0.4% 同比下降16.7% 二手房销售环比也是小幅下降 就看出来什么继续下降 11月份第一周继续比10月份还要下降 就现在这个情况成交还是不闲 不闲 然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里面提到一视同仁 究竟怎么理解这个一视同仁 现在是有疑问的 就一视同仁是都旧还是都不旧 所以市场是有很大的悬念的 现在看得出来大家也没有很积极的做多 大家感觉风险还是很大 而且老百姓子弹也不多 催催催催上天的也就是 也就这么点啊 胡锡进也就是50万 胡锡进牛了 最牛了也就是这胡锡进就50万 你说这民间的老百姓就更没钱了 子弹也不多 现在忽悠作用也不大 还有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清松 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在香港召开的 也是表示现实内地人均居住面积 他谈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在香港有一个最近的表态 就说人均居住面积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房地产市场不能一直持续增长 这不可能一直增长 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调整很正常 这是一个优胜掠汰的过程 你看他怎么说话的 就是很正常 第一下很正常 这就优胜掠汰 所以你看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清松的这个说法 就是有些肯定是救不了 所以他之前所说的一视同仁 现在看来是都不救的意思 就都不救 一视同仁都别救 所以万科肯定是打嘴炮 因为说到要一视同仁 然后现在又说优胜略态 优胜略态 一视同仁 放在一起来看就是都不救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按照人民银行副行长 最新的表态就是都不要救 只能打嘴炮 万科实在逼急了打点嘴炮 而且嘴炮也由深圳市政府来说 中央政府是没说过要救的 所以到时候中央政府是可以切割的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实质上保持了距离 这就我看出来的情况 恒大今天新增一笔200亿元的股份冻结 股份就被冻结了 是来自于恒大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被冻结 股权被冻结 反正就一直被起诉 一直被冻结 也就是僵持 僵持在那也没有太大作用 实质上民间一直在失血 就他他不让的动作是一个成交量在下降 GDP也在下降 土地财政也也没卖不出去低 银行也没回款 也停在那 所以回头看一顿稍操作 什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国安干预 还就是韩韩韩口号 然后外围配合了 就反弹一两天 因为外围涨得太厉害了 对对 我在会员频道做出了一个最新的投资指引 完全正确 是完全正确 我当我当时就说美股机会来了 我现在透露一下宣传一下 我在会员频道前两周 我就提到谷歌暴跌下来赶紧抄底 现在回头看对不对 哎 当时我就说优质的产品下去就是抄底的机会 但像中国这种烂东西 这个下去你就当看西就好了 或者说反弹你 你你还有还有磁场的赶紧跑 赶紧跑啊 里面啊 中国大陆啊 现在情况是不乐观的啊 由于这个民生是比较凋敝啊 今天看到黑龙江那边也是出现的 这种叫做什么呢 直接有人冻死在街头 由于这个下雪太冷了 这个幸福伯利啊 叫伯利县啊 这个公安局看到里面就有人在这个中西医诊所门口倒下 证明这个人一度是想去医院 但是在医院门口就倒下了 然后就冻死了 因为这两天下雪下的厉害嘛 那个体育馆也不是倒下了吗 所以现在民生非常凋敝 更凋敝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医疗 你看今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就 第九批国家集彩开标 41个通用民要采购成功 左落什么什么口服务业啊 流标205家企业266个产品里面平均降价58% 预计每年节约要费182个亿啊 有42个产品降幅达到90% 最高降幅达到97% 这个药价通过这个集彩降的97%啊 这个药还能不能吃啊 节省是节省了呀 这个这个药还安不安全啊 你不用整整天就说价格呀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集彩变味了 刚开始有些人叫好啊 但看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出来问题 根本没把老百姓的当做回事 社保还天天在涨 然后这医药费他自己省 所以民生一个药降价97%能吃吗 这个药啊 所以中国人苦日子啊 刚刚开始啊 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